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什么样的比赛啊 竟然是由中职球员队上 千棒小选手 而且还不只是有职棒球员 当时在各大学 以及知名业余晨棒球队的 球员也都来尬一脚 就连当时即将加入日本职棒 软体银行应对的杨耀勋 也出现在球场上 原来这是94学年度 高中棒球联赛正式开打前 由华欣 美和 两支高中青棒队和OB校友 所进行的一场 星火相传争霸战 这一集棒球的故事 我们就来回顾这一场 在2006年元旦 所举行的棒球表演赛 虽然比赛期间 两校的学长们笑料不断 但也看到华欣和美和两队的 青棒小球员努力和学长们 对决的拼战精神 至于为何是华欣和美和两所学校的对决呢 稍有年纪的球迷应该都知道 在1970年代的台湾 当时的青棒和青少棒 北华欣 南美和的对决 几乎就决定了那一年的全国冠军师一属 这两所学校的青棒和青少棒队 也多次代表台湾前往美国 拿下过许多次的世界冠军 而这两所学校 也培育出不少在台湾职棒 或是业余棒谈 甚至是名阳日本职棒的名将 像是曾经旅日的郭云职 吕明慈 陈大峰 现今棒凡大佬级的林华伟 叶志仙 担任职棒教练的陈文成和谢长亨 以及目前仍在职棒场上的高健三 就是来自于华欣中学 而美和系统出身的 则有李居民 江仲豪 赵世强 以及令人怀念的棒球魔术师 徐申明总教练 加上目前在终植成为指标性球星的 张泰山 洪正敏 高国庆和彭威伦等人 这场名为星火相传争霸战的比赛 也正是希望华欣与美和 在学长们的共同参与下 能够将这两所棒球名校的传统 继续延续下去 在我身旁的则是 我可以说是参与的 揭开这个南美和北华欣系列的 这个美和校友 同时也是名球评 杨青龙 杨教练 为大家带来这场我们的转门工作 教练 您好 其实这场比赛的球评 杨青龙教练 他也是美和棒球队 第一代的资深学长 说起来 他正是讲评这场比赛的不二人选 而比赛一开始 先攻的美和队他们的开路先锋 竟然是大家经常在投手球上看到的 沈玉杰 当时效力于中信金的小沈 其实在美和中学时代 就是打击好手 他一上来 面对华欣青棒的先八投手黄宗龙 就以仔细的选球选到了宝宋 第二棒廖英杰的紫外也深远 非常被揭杀 第三棒许晴伟则是遭到三振 这时轮到了第四棒的指定打击张泰山 泰山虽然打了一只中外野的安打 不过一壘上的沈玉杰 连跑两个壘包 教程不算太差 但还是在分类前遭到处杀 这下方者已经是绕过三壘回来 结果是 沈玉杰在分类被抵抗 也结束了在一局上半的美和欧比的进攻 而在一局下半 美和中学的青棒队员 掀牵了一段正午 加上当时校长途顺正的开球助威 使得由校友于先民领军的华欣 面对美和先巴投手王宗豪 以三上三下结束这个板局 这个球打成了一个三壘方向的反弹球 三壘手王立民接到之后 对找陈依磊 结果打了华欣队是 三上三下 到了第二局 美和与华欣两队 几乎都轮到青棒队的学生应战 美和的第五棒 陈玉宗也选到了宝宋 加上林又廷的游击穿越安打 竞占得点圈 虽然美和后来仍然有安打的出现 可惜擂上跑者判断错误 丧失了鲜持得点的机会 结果这个球队华欣手 没有办法接到再往三壘船 还是来得及 是一个被货进来的状况 比起美和队的张泰山 华欣第四棒的曾汉周 表现就没有那么抢眼了 还好第五棒以后的华欣轻棒球员 靠着美和的嫩野手 被失误和捕手补义 加上投手的宝宋也来到了得点圈 但是后面的打者后继无力 还是无法帮助磊胜跑者 回到本磊得分 这个球三壘舟接到之后 选择传二壘 这个球捞起来 这个球打得并不远 应该中华欣手没有太大的问题 形成了三出局 到了第三局 华欣与美和两队的打击 正好都进入第二轮 不过从这个时候开始 两队不论攻守 都开始不照着剧本走 因为许多没有登录的学长们 都找到机会上场 嘎上一脚 这时华欣的投手 更是由曾在1973年 创下投手难得记录的资深学长 孙金鼎自动请应上阵 如果我没有记错 这位老学长 华欣老学长应该是孙金鼎 早期的这小我一届的 也是我们棒球的国手 根据球评杨青龙教练的介绍 原来这位华欣资深学长孙金鼎 是和杨青龙同时期的轻棒球员 而他曾在1973年的中华杯轻棒赛 在一场对上南山中学的七局冰赛中 写下连续三阵对方21名打者的 完全三阵空前纪录 只是他在高中毕业之后 就退出棒球圈 不过看来他的身手依然矫健 即使看到恰恰彭正敏 站上了美和的指导席 但是美和第二轮的前三棒 都没能从三尖顶的手中敲出安打 这个半局形成三上三下 神玉姐在三局下半 终于回到自己熟悉的头小秋 当然也展现了他的投球威力 这个半局他虽然让华欣孝友 急出安打上来 不过其他三名打者都以三阵收场 到了第四局 华欣老学长孙京鼎人在投手秋上 他面对的美和第一名打者 正是张泰山 泰山在打击前 先向华欣的老学长来个鞠躬礼 而在先礼后兵之后 泰山再一次战胜了一包 游击手队一次到 但是呢 船一蕾 船一蕾一个玩乱斗 让打击的张泰山呢 上到了一蕾来 随着接下来 陈玉宗的游击穿越安打上来 美和形成得点圈有人的局面 这时华欣换上了 当时就读台湾体院的林伯佑 让老学长孙京鼎下场休息 林伯佑面对第一名美和对打者 就差一点制造双杀的机会 不过也因为双杀不成 让美和率先拿下分数 结果这个球呢 贯穿了一二垒之间 终于打破双方0比0的僵局了 结果这个球呢 打着没有出方式 遭到了三阵 林伯佑后来虽然展现黑弓 不过还是让美和以一技巧妙的 右外野飞球 形成满壘 索性最后还是以三阵 让满壘变成了残壘 选手来都找机会上场了 比赛来到四局下半 美和校友宏盛贤出现在场上 镇守二壘 偷手也换上青棒队的潘志豪 他先让曾汉州的第二次打击 以界外飞球切杀收场 接着在三阵下一棒的打者 虽然潘志豪一个不小心 投出了出身球保送 但最后还是化解危机 只不过最后上场的 这名打者的威力 还是让大家吓了一跳 一五换一下就上完了 不过没关系 大家今天看到这些球员的表现 打来来一眼 拖肩吹得逆风了 我真的是杨耀薰 是杨耀薰的这个球 打到了中右外野方向的 遭到的接杀 形成了三出局 目前还是零比一 华星战时落后 美和出身的职棒球员 显然对于上场比赛比较积极 当时还是兄弟相对球员的 彭振兴和吴俊毅 在美和第五局的进攻 成为前两名打者 只是他们面对华星星上任的 投手曹世昌 同样都打B球 结果却是大不同 好 吴俊毅平常希望让你的对手 打双杀打 这回自个上来打 打第一个球就是双杀 面对美和队场上开始陆续出现 以兄弟相对为主的职棒球员 五局下半又派上城淮山投球 华星的进攻也不遑多让 除了保留几位打击实力 不错的轻棒球员之外 也开始让毕业的学长们 上来笑试伸手 不过因为很多上场的打者 都没有在原本的登录名单上 让主播和球评一时也不知道 现在究竟是谁的打击 倒是这个半局 华星在学长们的助拳之下 也终于打破了鸭蛋 并且取得分输生的领先 有 双杀的机会 先踩一垒 再往一垒 送 双杀不成 一垒上跑者这时候 还把腿倒上二垒 一垒上两个人回来得分 南极蕾上跑者有没有赤 这是在夹杀 不是在玩躲避球 好 尘怀山的第一个半局呢 真的胃球是为的是相当的专业 真的是叫做一发不可收拾啊 华星连续的安打和得分 意味着担任过投手的陈怀山 也压不住对方的打击火力 这时恰恰代替教练上来换头 而换上来的投手 也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已经是这个 红教练也看不下去了 说陈选手你马邦邦马 已经被快要打爆了 这一群被打伍智安打了 张泰山之前打DH 其实已经退场了 不过这时候呢 他原本说是第七局 要上来小试伸手 他现在余下呢 可能是担心自己的母校呢 会有被KO的这种状况 所以赶快上来救救我们 结果张泰山上来 就投出连续四个坏球 保送首名打者邱俊伟 也让华欣行程蛮累 而泰山面对华欣第二名打者 又连续丢了三个坏球 还好连续七个坏球之后 好球终于出现 掌声鼓励 掌声鼓励 投一个好球就要感谢上帝了 他真的是很自豪 其实我们也感谢 但最后还是难逃 保送大船的命运 也免费奉送华欣一分 这时美和的休息区 又有人上来关切了 真正美和球员第一代的 训话 戴着现在文化大学的 总教员上来我想 干脆就直接 陈总教员下边 你看张泰山不敢动了 是 忘记把帽子脱下来 那是感觉 真正的前辈 真正的前辈 讲原住民的话 所以透过欢迎 你看 我真的是 还要透过欢迎 我们注意看 这个镜头三个都是阿美族的 要他不要再搞笑了 要认真 要来真的 要来真的 美和大学长的训话 果然有用 接下来滑心打者的 那野上空杯球 张泰山就自己把它处理掉 也结束了前半段的比赛 一三比一领先的滑心 第六局派上了当时效力 何库蹦球队的投手曾嘉敏 结果曾嘉敏一上来 就连续保送两名美和打者 虽然接下来这一个球打到投手前 形成第一个出局数 累上两名逃者都已经来到得分位置 后来的美和轻棒小球员 就靠着安打将逼分追平 这个球呢 内野因为曲线防守 所以穿过了三油间的防线 比速现在2比3 右半边 这个球打得不是很深远 被右爱球接到之后 这个球经过一个要转传 但是来不及了 变成了一个高飞牺牲打 比速现在变成3比3了 双方又重新地回到了起跑点 包括曾兆豪在内的这一招 华兴和美和两队的投手 后来几乎是每局必换 六局下半 美和派上了当时效力 中信精队的曾兆豪 他面对华兴的前三棒打者 除了当时还是轻棒队员的 LAMIGO现役球员郭修为 打出安打之外 另外两名华兴校友 都遭到出局的命运 只是接下来美和守备的失误 加上华兴一连串的攻势 形成了得分的大局 讲到要买泡面了 游击手马上就扔球了 可以动你的话 毕竟都是对你自己来讲 是个好处 球球要看游击手了 挡了一下 结果是没有办法完全的确实接骨 将一键跳出了这一支内野的安打 又让华兴将顶先的优势 又重新要了回来 这球轻轻一碰左半边的一个 比特左一手过去 哎呦呦为 没接到就清美了 哇这下子三个人都跑回来 这终好照样被打得很惨 直接回传到本壘的传天了 現在再往二壘走 這一個球也沒穿好 還要再訓練 是 起居上班 華興游台灣體院的學長把關 每合方面 洪振興和吳俊逸 則又是這個半局的前兩棒 洪振興再次擊出安打 而專職投手的吳俊逸 也一掃前一次打出雙殺打的陰霾 證明自己的打擊勢力 這個打得還挺 其實我們右方也打了一個 中華也深遠的二壘安打了 接下來華興投手 連續K掉兩名打者 只不過這一支中間傳越安打 加上回傳本類失誤 讓每合追回了一些分數 三壘 這個失誤就不錯了 對 這擁機手就有配合了 中華也少 傳到哪裡去 繼續往三壘傳 裁判也做得不錯 七局下半 華興在國磊體院美合學長的 頭籌法官下 再一次三勝三下 而美合因為有著追分的壓力 八局上半第一名打者 一上來就要打低球 就形成上到得點圈的長打 後來更一度形成一人出局 以三壘友人的得分契機 可惜後面的打者 沒能幫忙打回分數 回來 結果碰了一下 有一點小小的不妙了 結果快傳一壘 打者遭到了自殺 這個半球留下三壘 還是落後三分 美俄隊到後來 幾乎都是兄弟相對的球員 在場上助拳 八局下半 看到了罷銷 消任問上來把關 雖然他面對華欣的前三名打者 形成兩人出局 不過一支三壘邊線的二壘安打 加上後來的連續攻勢 使得華欣再追加一分的保險分 這個球沿著邊線 一路的殺到了二壘上 完美一些 這個球三壘手接到之後 快傳來回氣囉 成了一個內野打安打 有沒有機會 抓一手過去來不及了 還成了第九分 華欣打到了 好 以四分落後的美俄隊 九局上半 是他們最後一次進攻機會 面對華欣最後一任投手 第一位打者潘志恒 一上壘就是安打上壘 不過天母棒球場的氣氛板 倒是擺了個小烏龍 使得華欣休息式的球員 後來也鬧了笑話 有機手區前接到之後 行進監傳 這個球打高了 在右外野方向 場上球員倒是很清楚的 我這種主意實在不容易 休息室裏面的人 專心一點 積分板錯 大家原比賽結束了 我就想得會這樣 美和的陳馨宏 這一季又外野的飛球被戒殺 比賽才真正結束 華欣最後就以9比5擊敗美和 在這一場 象徵星火相傳的表演賽中 拿下勝利 這一場 這一場由當時華欣 美和青棒隊現役球員 加上歷屆畢業 來自台灣棒彈各階層校友 組成的兩校對抗賽 雖然比賽期間校料不斷 但是卻有著將兩校棒球傳統 延續下去的意義 只是隨著華欣青少棒和青棒隊 因為校方經費和其他 考量正式走入歷史 使得這項身具意義的傳承比賽 也沒有辦法延續下去 不過隨著近近年來 包括古堡 西院 高院 和男嬰等學校青棒隊的串起 也造就了許多台灣新一代的 棒球好手 或許加以十日 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些新興的棒球名校 舉辦這樣的傳承賽 讓這項傳統繼續下去 沒說是嗎 棒球的故事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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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覆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